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臺灣好所在 我是王志玉 今天這個新聞 我們要馬上帶您來關心 很重要的就是選舉快到了 很多四年前選舉的時候 當時承諾的一些政見 最近感覺好像都是緊鑼密鼓 趕快快馬加鞭 趕快要完成 我們今天帶大家談的就是 在新北市的三環三線 四年前大家還記不記得 這是新北市長朱立倫 他在競選的時候提出的政見 那麼最近卻看到了 這個地方動工 那個地方又要開始開標 好像真的要開始動了 只是你早不動晚不動 快要選舉又來動 免不了大家會覺得 好像是不是有一點選舉考量 還是做一點假動作 蒙混過關 然後又四年 今天我們現場請到來賓 就要好好帶大家來檢視一下 如果你也是新北市的朋友 或者是你想要投資新北市房地產的朋友 很重要 到底三環三線過不過 大家現在都是隨著捷運買房子 你買了之後萬一捷運不來 那又該怎麼辦呢 好馬上來介紹今天我們的來賓 左邊第一位要介紹的就是我們的房產達人 Sway 你好 大家好 好 還要介紹的是金周刊的主編 我們的劍心哥 你好 志昱好 大家好 好 還要介紹太平洋的房屋顧問李季鴻 季鴻哥 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這個我們的三環三線 這個一開始我們先請大家簡單幾句話 Sway 你覺得這三環三線 四年前你講了你選上不就是應該動工嗎 怎麼等這麼久現在又來 所以每逢選舉來一下 這個完全是騙選票 騙選票 他不用騙 朱立倫大家不是覺得他這個吻上嗎 至於常常大家覺得吻上結果做一些很蠢的事情 你不覺得嗎 你真的要蓋就去蓋 對不對 這是簡單的事情 可是如果說你來不及或是真的沒有蓋 你還是要跟民眾承諾說 我們真的會蓋 我覺得狼來了大家聽多了 所以現在民眾對於這些未完成的捷運信 或是未動工的捷運信 或是假裝的 我等一下會講誰是假裝動工的捷運 還是假裝的 是 其實大家已經沒有反應了 真的喔 沒感覺 好 來 建勤哥 聽說你就住在那個現在要動工的那個隔壁 是的 是的 其實我們那邊的環境 如果大家聽起來的話 應該覺得我們那房價很高 你先講你在哪裡 在板橋的新埔 也就是緊鄰著那個新板 那個什麼新板特區 對 那其實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地方 但是問題就是說三環三線 我覺得它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它是採高價的 它並不是說像我們熟知的採地下的 其實高價跟地下的就差這麼多了 就差這麼多了 其實然後而且現在在動工的一個狀況下 其實本來文化路就已經是非常的擁擠了 結果現在整個塞到更不行 而且其實它從中和一路上走過來 是因為它在動工所以塞車 那你要上班你會擔心遲到的 會非常的擔心遲到 擔心到怎樣 而且我會覺得就是說 擔心到 擔心到可能會有漏尿的一個情況 因為會覺得說真的是 是非常的給它緊張刺青 你們旁邊兩位也很緊張 是 都到旁邊 對 怕噴到他們 所以我覺得其實所謂的這種捷運的東西 你會不會覺得說你拿松山線來講的話 你看它就偏偏就在這種要選舉的時候 它也不在九月也不在八月 它就剛好在十一月 而且其實我要講一個概念 你其實你如果用顏色來分的話 其實它只不過就是五條 可是你會覺得就是說 政府都很聰明 尤其雙北市的政府都很聰明 他們就是把一段給它切了好幾段 例如說你紅線來講 信義跟所謂的淡水 它其實本來在規劃中 它就是同一線 可是當然 可是它就把它分斷了 分斷了 那你就可以變成說 五條變成十條 那感覺上好像聽說 一直在動工 你就會覺得每年好像有一條 金鴻哥真的是這樣嗎 一直玩文字遊戲 那現在這個三環三線 你覺得呢 至少它要動工應該算不錯了 我個人覺得就是 選舉跟政治的考量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現在學的捷運暫體越來越多 當然每個人繳稅 都會希望它旁邊有很方便 很快捷便利的交通工具 這是民眾的期待沒有錯 可是隨著你捷運暫體越來越多 它花的錢 即便像剛剛建新哥講的 你做高價 它還是得花錢嘛 可是你能不能帶來的客流量去 回饋到這個工程款 把它消化掉這個工程款 這就會牽涉到你政府整體支出 所以我們現在是花的錢多 做邊際效益越來越少的事情 是不是值得這樣做 其實真的像這個三環三線 其實你可以用接駁車 或什麼這些東西去替代 都可以 會比三環三線便宜很多 那只是說大家都期待說 我繳的稅 像那時候我住在內湖這個地方 我們就不能接受說 那個捷運就是一條 在復興南路上走 在忠孝東路走 走還都通到那個台北 都通到新北市 然後用台北市的這個情況 那就希望有了那個內湖線 可是你現在其他的這些線體 再去增加的時候 邊際效益越來越低 還有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的那個通車 你有沒有發現到 有些站開始要做分流了 為什麼要做分流呢 因為他的吞吐量 根本容納不了那麼多的人 對 真的是很恐怖的事情 這個我們待會好好談 我們先來看一下三環三線 這個剛剛講老半天覺得是騙選票 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動工的進度 大家來看看到底是講真講假的 好 我們來看到三環三線 這個以後這個在新北市會這樣 一環一環 先來看第一環 環狀線新店到新莊的 這個算是真的有在做 對不對 你看土建工程都在施作當中 問一下子惠 土建工程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總要挖挖地基 放放那些混泥土看得到的東西 就是土建 所以已經在做 他真的在做 真的在做 好 這是環狀線 只有這條在做 我們列這麼多 只有這條在做 好 來看第二個環狀線是 北環段南環段 這個是還在規劃 是 將進行中 其實他連規劃的預算有 可是錢勒 還沒有錢 基礎有啦 然後到時候他一定會來個什麼 自償率不足等等的 或是說土地徵收問題等等的問題 所以這一條 那個還很久 這條現在還打一個問號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再來我們看第二環 萬大中和樹林 好 這個也是土建工程已經發包了 錯 錯 錯嗎 他是移樹工程發包 什麼東西 那個樹移 移掉了工程發包 其實最近炒 最兇的就是這條萬大線 那行道樹發包了 可是各位你上官網去看 你會發現 站體設計未定 站體設計未定 捷運站的站 還不確定在哪邊 因為有一些在地的地主有點抗爭 他比如說什麼 通風口不要對我家啦 或是出口 我要在這裡 不要去那邊等等的 所以這個東西還在炒 那他就發包了 只是發包了 可是沒辦法動工 因為你站體還沒有設計定 你怎麼可能去真的挖下去 所以他的站還不曉得要幹 是 所以你沒發現 台北市有些地方 他已經那個工程圍儀都圍上去 而且他妙是 他發包台北市的斷 跟最後的機場斷 好 那你想 台北市發包完 縱使機場發包完 中間咧 中間的最重要的肉都還沒有 肉都還沒有 新北市這段都沒有 所以他只有發包這兩塊而已 然後剪剪彩 衣術 然後圍禮一放 表示好像有了 對 我們很傻 我每次看到那邊剪彩 就想說要開始做了 對不對 總是這樣 騙人不懂 騙人不懂 好 再來我們看第三環 這個三陰線 這是規劃報告 這也還沒開始 還在規劃報告 好 再來我們看到 像這個淡海輕軌 這個才妙 好說動工了 然後10月17號先是流標了 據說第二次是廢標了 基隆哥解釋一下流標跟廢標的差別 好不好 基本上流標就是沒有人去標 所以在沒有人標的情況之下 就沒有人得 就是流標 你都沒有人去標這個工程 它這個工程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那就會產生是不是要廢標的動作 就是這個標裡面的東西寫錯了 或者是規格有不符了 或者是內容沒有技術做得到 假設說 就想要說我現在要用慈服輕軌 那但是根本沒有人有這個技術 那你就只能廢標 它就是順序就是流標 以後廢標這樣子 對 是這樣 所以這個淡海輕軌 大家還講期待那麼久 結果你看又流標又流標 而且還有新聞 不是說又要剪彩又動工了 對啊 問題是連設計都沒有啊 所以就是根本不用動工 我剪彩開心這樣子 是剪開線 可是更妙的就是啊 這個淡海輕軌 已經十幾年了 對啊 很久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民生氣指線 這之前也是吵得蠻兇的 來看它動工了 它在移植管線跟路數 就把上頭的樹先移開 它的問題也是跟萬大線是一樣 也是先移路數 假裝有啊 就是樹先移開這樣子 其實之前不是吵嗎 其實根本就沒有預算 然後台北端的根本就不喜歡這一條 那細紙磚呢 很愛這一條 但是問題是呢 居民都知道 這條還很遠很遠 也都是要還好久一段時間 再來看安坑縣 安坑縣規劃審議中 好這個我們看到這三環三線 目前的動工進度 好那麼繼續我們來看一下 那最近呢 已經動工路線 這個淡海輕軌 剛剛就講了嘛 本來已經動工了 然後現在又流標廢標 再來細紙民生線 這個案子現在還沒審議 再來就是 應該是現在比較有可能的是 萬大中和線 因為我們看到二十八號呢 這禮拜 那麼也已經審議 而且絕標 然後呢 這個也是開了一個動工的儀式 所以我們看到這三環三線 這個這樣講起來 這個建英哥 你住在這附近 就以新北市市民的一個角度來看 應該是樂觀其成 他們要幫他蓋好對不對 是 其實如果我們看路線的話 的確 的確是對新北市的市民很有用嘛 例如說常常 常常我住在板橋的人 我可能會去三重 或是說要去要去所謂的新店 以往的話我們可能要繞到台北市 先進城之後再出城 對 我覺得這是這是不方便 假設我要搭大 搭大眾運輸 然後我又不想要搭公車的話 我習慣搭捷運 其實我變成 變成要這樣子繞 可是其實這對台北市是一個負擔 所以其實你很麻煩 就是你明明是新北市的人 我只是從新北市要到新北市 但我要進台北市再到新北市 是 這是一個 這就是為什麼像307公車 會被這樣子劈 因為他其實這樣子繞了很遠 我明明 他明明其實已經到萬華 過一橋就是已經到板橋了 可是他先繞到中和區再繞回來 所以其實307公車的賺錢 還有他的一個亂象 凸顯了 就是說我們在台灣的大眾運輸系統裡面 他路線規劃的一個問題 好 三環三線的一個這樣的規劃 不管是南斷線 北斷線 還有他的一個功能在 但是問題就是說 他牽扯到就是說 包括你路線的規劃 還有包括 還有很多很多問題 還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那我們剛談了很多現在三環三線 這個現在大概總結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一條一條來談 先來談這個大家最好奇的 如果你是住在汐止的朋友 一定很想知道民生汐止線 之前最早最早還記憶著 這個馬總統一下說不改 然後後來又趕快跳出來說 沒有我沒有這樣講 那現在呢 因為又說動土動工了 那到底什麼時候要通車呢 我們現在帶您來看看這段VCR 趕在年底選前 雙北市長郝龍斌朱立倫一起宣布 捷運民生汐止線正式動工 順利的話最快九年後就能完工 到時候汐止到台北市中心 只要25分鐘 汐止民生線絕對是完真的 三環三線也絕對是完真的 這件事情我可以替豬市長跟我們共同來背書 信誓旦旦雙北市長互相背書 只不過從民生汐止線2009年第一期工程環評通過至今 已經讓汐止人等了超過五年 汐止早就有不少新建案是以捷運站會經過當作廣告 但是捷運卻遲遲沒有動工 房價恐怕已經大受影響 有捷運沒捷運房價差很大 像是這一區社區大樓主打卡位民生汐止線 每瓶開架佔上四字頭 但是目前買氣恐怕不如預期 五年之內的新城屋呢 平均也是在35到37這樣子的一個行情 那之前呢其實已經有一些新的建案 為了這個反映汐止民生線通車呢 其實已經先喊到六字頭 不過市場上面對於這樣的數字呢 接受度仍然是屬於不高的 房仲透露捷運宅房價飆漲最多的期間 大多落在通車前一年 但建商早已將這項交通建設加在房價裡 汐止人的捷運夢似乎被選舉拉近 就怕還是遙不可及 這民生系紙線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已經動工 你看到那個我們的好市長 跟朱市長去金鏟子 大家知道金鏟子有一個用 就是如果你想要生小孩的話 他們那個動工的金鏟子 就是包生小孩對不對 季隆哥 你有包生小孩 我們家就有本事包生小孩 已經包生小孩 不需要金鏟子 很多人想而且聽說蠻有用 還要離題啦 不過季隆哥我要請教你的是 民生系紙線 這個我們剛剛看到 新聞當中其實我還訝異了一下 他曾經為了這條捷運線附近的房價 喊到六字頭 因為有捷運最厲害的就是說他準備要動工 一直到完工之前是一直有一個話題或題材在那邊運作 所以就是房價會開的最最往上挑戰的那個階段一定都在這邊 那等到真正通車之後就會看說在這個階段 坐價去做到那個地方 然後他在配置上面會做這樣子 就像股票我如果買10塊進了 我明天買12塊後天買14塊 我前面這邊通通都變成14塊了 最後會有這個效應 所以會有人去做這樣的房市的這個操作沒有錯 那實質上來看你看到新地方的捷運線跟舊地方的捷運線 他的價格呈現還有他的開價的方式的呈現都會不一樣 那當然你去挑戰區域新高是要看他的產品規劃啦 還有他的地點位置等等去綜合考量看看市場的接受度可否 當然是汐止名聲線這一段 我們以前也在節目裡面講過 我個人覺得說他的做法 你跟現在的鐵路啦還有轉乘等等 是否有必要真的要重大的考慮 對因為那邊的交通其實現在很多汐止的朋友 他們可能有自己開車的開車 那可能公車也蠻方便的 然後再來呢他們坐台鐵對不對 台鐵在那邊有汐科站 所以其實很多人的討論是我有必要再弄一條捷運嗎 不過其實這個住汐止人當然很希望有捷運啦 史未你有沒有聽過什麼人在那個汐止買房子 然後就是看中捷運線 結果現在歪腰 我朋友其實我本想把他掐死了 因為他買在那個跟台鐵共工的那個汐止在那邊 然後他說建商一直跟他講有捷運有捷運 那他是天龍國的台北人 所以他覺得說這邊真的有 不過呢他買價還算OK是一瓶四十幾萬 可是講貴就是講六十幾萬就是那一邊 那在去年跟今年有兩個很大的變化 就是去年整個汐止的房價沒有地於五字頭開價 不管有沒有捷運 只要你在汐止裡面 因為大家都號稱有捷運 大家都號稱那個什麼鐵路捷運的話多麼的方便 那當然我是不會去汐止住了 因為我不是汐止人嘛 我不習慣那邊的天空跟那個土石流的疑慮 你說沒有淹水可是他還是有土石流 那今年至少那個公務員誠實地告知大家 在官網上把那條線拿掉或是直接給他寫成路線稍微核定的時候 其實當地的民眾心態已經掉下來了 所以有案子在離捷運線稍微遠一點點 一瓶二十九萬 新城屋 二十九 二十九萬 那是開價還成交 成交價 成交價二十九萬 那你說當然他高樓層有警官三十幾萬 對不對 無可厚非 可是你到了捷運線 那幾個站在附近 大概三四十萬的心態已經在徘徊了 因為那些建商也不太好 大家都知道那是投資客 現在剛好又沒有投資客 所以你說這一條捷運線為了炒房間 是啦 為了鞏固細紙的票 是啦 可是事實上你居民要等這條呢 我估計二十年 這麼久 所以如果你有二十年的話 你可以等的話那當然可以等 比如說我今天買一間房子自住 他可能在捷運站正旁邊 OK 那我住到二十年 只要等我老扣口的時候 房子賣掉剛好這樣子 可以 可是如果你沒有那個命 也沒那個錢 你真的不要去等那個事情 天心哥要二十年這麼久 你同意嗎 是不是二十年 我覺得 二十年總統都換五個了 真的 台北的捷運都這樣子不是嗎 換五個 說不定換成大陸人 對 或者是說我們吃黑心油 都已經吃死了 真的嗎 所以說搞不好 搞不好真的我們沒有辦法看到 是不是二十年 我覺得其實見仁見智 但是我覺得絕對不會太快 你就那邊的一個整個 剛剛其實季鴻哥談到一個重點 當你那邊房價漲 而且如果又照死衛講的 它的那個站體都還沒有確定在哪裡 你就會有徵收上的困難 而且越來越貴 越來越不好操作 你越來越有更多的一個考量在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的一個路線 其實是要被打上比較大的問號 那這樣就算了 你們看最近就還有人要評估說 那個細紙線 細紙線要不要延伸到基隆 我又覺得說延伸都沒有搞 對啊 就還沒說要蓋 你還要去基隆 對 那問題就是說細紙要不要延伸到基隆 當然可能以這兩端的人都會覺得說需要 因為他們是一個 好像是那生活圈是綁在一起的 不是說北北基嗎 你要把基隆納進來 可是你有沒有想想看 它其實跟台鐵市是非常有重疊性的 那其實細紙一直是全台灣台鐵捷運化裡面的 最早在實施台鐵捷運化 就剛剛其實志余你有提到像細科站 還有包括它設了很多的一個站停 所以現在包括像台中的紅線 也就是說他們從烏日一直到豐原的那個 也在做這樣的所謂的一個捷運化 桃園也是 然後像高雄的鐵路地下化也是 但問題就是說細紙是最早的 那你應該要再去反過來看說 好那這樣的一個效果好不好 那到底會不會兩個重疊性會不會太高 所以我覺得整個線有 真的還是需要再想一下 我就要問一下基隆哥 那現在你要不要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結論 如果現在我還期待這個 這一條線讓我的房子漲價的 是應該要回歸現實一下 其實其實剛剛建興哥講那個問題 跟您這個問題合起來 實際上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台鐵把它的站體稍微改一改 車廂改一改 就會讓人家有捷運化 因為現在你其實刷悠遊卡 在短期的區間車其實差不了太多 站跟站之間 其實只是一個感覺它叫做台鐵 或叫做捷運而已 它其實在路線規劃上 還有它轉乘的動線上 稍微做一些調整 其實這個都是可以做得到 那至於說房價的這個期待的部分 一直以來大的這個新造證的地方 攻擊量很大的情況之下 它都需要時間去消化 它已經形成的價格 然後電期了之後 再去推升上一步的價格 所以這一類的產品 除非重大力多立刻進駐 還有移入人口迅速增加 商業活動快速形成 才會形成說它的價格效應被穩定 那如果沒有的話 它就不會有這樣的狀況去出現 它的時間養成期會比較長 已經買了我就等一等 對 反正就自己租 好啦我們休息一下 那麼下一節回來 我們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剛剛提到的是民生系指線 那繼續我們要帶您看 也是一個過去很多投資客 或者是第一個買房子 會買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淡海新市鎮 淡海新市鎮 已經告訴大家說要輕軌輕軌 但是輕軌現在又被流標 然後又廢標 到底要不要蓋啊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